郭先生 北港昌有很多第三部罗 其中专门三公里的千八轮部罗 沿途风景再美丽 包括最近专门和UK观影 这条部罗有部分的设施已经流过破顺 在这十岁是水到架高 经常到管工如有品质 传途表示 因为经贵的减划 管理维护有困难 之前关注含地区也在公会上 并且大用的尽数经贵来做解释 郭先生 北港昌除了三级高极住美丘 加冬申报典景点以外 青八轮第三部罗是当地人最初推荐的景点 可以啊 糯米桥啊 整个北港村的风景啊 它的春夏秋冬都不同的景色啊 那你从哪边上来 我从那个北港国小那边上来 那这样站起来好吗 哦 很简单啊 而且很轻松啊 用走的这样啊 对啊 台湖三公里的暴徒用走的 台湖四十分就等到山顶 除了看到整个北港村 另外一边看到人爱党流 还有保理店的美景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景色 北港村的风景真的很美 很美 而且我会照相每天的不同的景色 哦 每天都有不同 不同 什么时候最漂亮 它的变化 下过雨 隔天最漂亮 虽然这个所在真漂亮 但是川民有可欢迎 沿路十草重山 没人正理 有部分的设施楼有高伤 沿路十草重山 一段时间啦 一段时间就是渣草很多 環境实在是很好啦 我们刷管 看起来 整村都看得到 但是如果没正理就比较舒服 希望你们家既然反应 我们的管副 拿一些钱来这里 整理是这样啦 船长表示 因为报道的范围真等轻化 环境为何有困难 因为这个如果要整理的话 这个经费要很多啦 以村来说 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而且我也希望 我们县府有关单位 可以看是报警会 就让我们来管理整理 日前官长立委有下降来会计 并且答应正出经费来改善 劳固的观景台 便所 良定 但是地方希望 如果有管理为何的经费 对观光品这个提升 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 环红昆 插航 报道